第四艘航母会不会采用核动力?核动力四代土机熔岩反应堆和三代小堆在商用船只和航母的竞争,后续中国的航母发展。 最近香港商报记者就在全国两会期间采访了海军政委袁华智,记者上来就问中国的航母是不是在技术上遇到了瓶颈以及第四艘航母动力。 袁华智政委则很轻松地表示,并不存在任何瓶颈,至于第四艘航母会不会采用核动力,他则表示很快会公布。 中国是这个星球上计划性和执行能力最强的国家,航母建造也不例外,20年前的2004年总装备部拟定零四八工程,当时就决定航母的嫌好从16号开始,按照两艘中型航母,两艘重型航母, 然后在核动力航母的建造顺序,零四八工程不过是当年中国制定的无数计划之一,普通人都无法制定三个月后的事情,而这些决策者却给中国规划二十年后的目标,所有这些计划几乎都会按部就班地完成。 除了中国人和神,世界上没有其他地区决策者或者政治家具有这个能力,就是最反华的人在这方面也哑口无言。 所以,零四八工程已经决定,这第四艘航母就是两艘重型航母中的一艘。 从中国海军航空母舰的发展历史来分析第四艘航母的出现时间,中国海军在航母建造上基本采取的是不断线的发展策略,前一艘航母刚服役,后一艘航母已经开始建造, 辽宁号航空母舰是在2012年9月交付人民海军的,同时山东舰已经进入备料和钢板预处理阶段。 2013年11月一在大船集团切割钢板,正式开始建造,山东舰在2019年12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 在2016年,福建号航母已经开始了钢板预处理,2022年6月下水。 依此来推算,第四艘航母应该在2020年开始建造分包部件, 2024年或者最晚明年进入组装阶段。 再看中国的蒸汽动力能否驱动10万吨航母,最新的论文显示, 中国蒸汽动力研究所703所的435B型蒸汽轮机的最新改进型435D输出功率达到6.5万马力, 四台就是26万马力。 相对比的是,10万吨级别的尼米兹级两座西乌A4W核反应堆烧水推动四座蒸汽涡轮发动机, 四周194MW,26万马力,所以动力丝毫没有技术瓶颈。 第四艘航母,毫无疑问将继续采用常规动力, 使福建舰的继承和延续,在技术方面如同袁正伟所说那样并不存在瓶颈。 但是,吨位有可能放大到10万吨。 至于核动力航母,在2022年的时候, 网上就流传着一张显号为20的中国航母照片,模型显示就是核动力。 未来中国造核动力航母是必然的。 甚至最近不少港媒说是大连江南已经同时开工一艘, 20号、21号,但是在2030年之前,应该还看不到核动力航空母舰动工建造。 主要原因如下,从航母战术运用的角度看, 核动力和常规动力的选择,核动力航母的优势是无限续航能力和4小时快速启动能力, 中国不向美国需要全世界称霸,随时去中东东亚等热点镇压局势, 中国主要在西泰第二岛链和南海、印度洋活动, 在这个背景下,核动力和常规动力在一些关键性的战术数据上相差不大, 比如航速、物资储备与持续作战能力。 尽管蒸汽动力锅炉启动需要24小时, 但是紧急情况下可以维持一直低速运行, 数小时也可以快速出动,无非是多耗费几吨重油而已。 常规动力航母相比核动力航母, 它的维护保养反而简单迅速一些。 2023年,辽宁舰在服役11年之后实施了第一次重大改装, 这次改装甚至可以搭载歼35,改装了一年就结束了。 美国海军目前的核动力航母大修基本都是4到5年, 最先进的福特级下水10年,到现在都毛病不断, 动不动就回港维修1到2年。 巨大的技术风险,昂贵的造价, 长时间的在港维修期限都决定中国不会很快就拥有核动力航母。 中国核动力航母出现的标志一定是路上先建成实验堆, 这一步已经完成,然后海上建成核动力船只, 比如浮动核电站、核动力破冰船或者商业货轮。 一艘核动力航母100亿美元,高成本、高风险, 中国不会未经充分海上试验直接就上核动力航母的。 中国造4艘福建舰的可能性都比目前核动力开工概率高, 甚至10万吨的船型都需要先试验。 美国造企业号之前,先造了4艘同吨位常规动力航母。 核动力大国美国、俄罗斯走的都是这条路线, 中国也不会例外。 比较显著的例子是, 中国的核潜艇发展同样遵循这个路线, 中国最近曝光的041小堆2000吨核潜艇, 也在035G上试验了8年。 中国目前有两代核动力可供未来航母选择。 第四代土机熔岩反应堆, 2023年12月, 中国江南造船发布看24AP型24000TU大型集装箱船, 24万吨该船使用的就是土机熔岩反应堆。 我有几个视频详细介绍了, 土机熔岩堆是目前中国现有核动力选项中最成熟, 最有可能是被下一代核动力航母采用。 土机熔岩堆是以土为核燃料, 以熔岩为固体冷却剂, 进行核反应和冷却的反应堆, 是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的六种候选之一。 土的燃效非常高, 每吨土可以提供相当于200吨有所提供的能源, 熔岩的放射性废物半衰期海短, 污染较少, 中国是土的最大资源国之一。 2018年,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在甘肃五威, 开始建造两兆瓦液态燃料土机熔岩实验堆, 而100兆瓦的已经在设计当中, 两台100兆瓦的就足以推动10万吨以上的航母。 向五月2023年6月获得了运行许可证, 这是全球唯一运行的土机熔岩实验堆, 也是唯一成功实现土机核燃料运行的反应堆。 如果江南造船厂两年内造出土机熔岩反应堆集装相传, 经过数年试验,才能满足中国的核动力航母在2030年开始建造目标。 第三代小型化核动力, 这是美俄等船只采用的, 目前中核、中广核、中船重工、清华大学等以多方合作, 逐步形成并推出了中核玲珑一号ACP-100、 中广核ACP-2系列小堆。 其中,中核ACP-100已在海南昌江核电站开启示范堆建设。 中广核ACP-250S小堆2016年在深圳开启海上浮动发电站建设。 中船701所在2022年公布了几款核动力破冰船的概念设计, 其中就有一个排水量38000吨的方案是世界最大。 2018年,中国核工业集团就曾公开展示了核动力破冰船的模型, 并且公开招标, 招标书显示要建造中国第一艘核动力破冰综合保障船。 虽然目前关于中国核动力破冰船的消息极少, 但是从最近中核海洋核动力公司提交的一些专利中, 不难看出,建造核动力破冰船的准备工作其实一直都在推进中。 尽管得到建设批复,由于成本、福岛核电站影响、 烟台深圳等海上浮动核电站项目再没有进展。 如果采用第三代核动力技术的破冰船也在两三年内建成, 就出现了类似当年福建号蒸汽弹射器换成电磁弹射器的状况, 那如今核动力航母为土机熔岩堆技术成熟再等几年, 那也并不是什么坏事。 正所谓,好饭不怕晚。 我个人感觉,核动力不如常规动力核算, 属于美国有,中国也得有,否则压不住那些萧小之辈。 其实,未来50年中国华越式航母退役后, 保持8艘常规动力、4艘核动力以及2倍数量的075、076直通航母就足够了。 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下期再见。